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被审问了50多个小时之后 最后是无宝请回 但是呢大家觉得故事不可能到这里就结束 事实上恐怕接下来的攻防才要开始 那么今天晚上呢东森新闻团队持续守候在最新的现场 来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简连现在针对了金华城案持续的侦办 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佩 已经被列为被告了 而且今天早上他就已经被约谈到案 那么接下来将要移送到北检来进行复训 更进步的状况我们联系给记者彭欣伟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一期的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持续 但你关心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而在今天凌晨 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正胜已经遭到积压禁件 不过就在裁定书其中一项理由 是有点名时任的台北市都委 现任的台北市都委会执迷邵秀佩 是说他是共犯而且还疑似有畏罪潜逃 不过根据了解他人其实已经回到了台湾 而在今天可能他是已经接受了连阵署的约谈 再晚一点点就会来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复训 而整起案件就是因为金华城的图利案 背后可能牵扯了庞大利益 因为容金率是暴增了1.5倍的情形 而其实在科士普时期也就是2021年 当时彭正胜其实就有被发现说 他当时就是要来负责调度这些都委会 而邵秀佩当时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位置 就是都发局的总工程司 也就是说很多文件要经过宋审 要审核的时候都要经过他的手 再加上也有人发现说 奖励方案4就是由他来设计 因此可能背后牵扯的庞大利益 会不会和他有关 也是今天约谈的重点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情形 把心境投交还 彭内主播 好的确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现场 那就是在柯文哲的住家 尤其我们了解到柯文哲 他因为涉入了金华城案遭到生压 虽然凌晨台北地方法院 已经是裁定无保请回 但是柯文哲并没有一开始就回到自己的家 而是先前往了黄珊珊家休息 那么中午呢他回到住家之后 目前还有没有更新的消息呢 我们连线给在现场的记者张元春报道 元春 好 带来关系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因为涉入了这个金华城案 减连在30号凌晨的时候 是来到了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 柯文哲在新一路的住家来进行搜索 而在当天呢也是把柯文哲带回了廉政署 以及北检来进行约谈 而在征讯后呢也是遭到了这个深压境界 不过就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呢 其实是将这个柯文哲无保请回的 但其实柯文哲被裁定无保请回当下 其实并没有返回住家哦 而是先前往了这个黄珊珊位于这个系纸的住处 据了解呢到现在一直都是没有离开家门的状况哦 而现在呢其实在柯文哲的住家前面是有了停了一辆白色轿车 也是受到了这个媒体关注 因为其实柯文哲在返家之后呢 目前为止是还没有现身在这个出来这个门口过 而是由这个陈佩琴呢最新的动态是在中午前往采购 并且买了便当回来之后 其实也是都回到住处里面 夫妻俩到现在都没有在这个媒体面前露面过 因此呢大家很关心柯文哲真的都待在屋子里吗 而他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动向呢 而据我们说到的最新消息呢 其实柯文哲明天是并没有公开行程的 因为他是已经在因为这个政治献金案 以及呢这个政治献金还没查出来的时候 以及他买了这个相伴引起了不好的观感 当时柯文哲就自动请假三个月来站立党主席 因此柯文哲现在呢也不用来出席这个党中央的会议 也不用来出席这个党团的会议 因此柯文哲呢可能预计明天也都不会离开这个住所 也因为呢其实陈佩琴在买午餐当当时 我们现在看到了其实柯主席现在已经走出门了 我们带你来看最新的现场 所以想问现在心情怎么样 工作工作 主席你现在要去哪里 有下一步的规划吗 佩琪呢 我可以看到呢其实柯文哲在小早的时候是突然离开了住家 询问柯文哲的心情的时候他只有表示说 他现在正在工作工作而问他的动向呢 以及这个佩琪夫人怎么没有一起同行 柯文哲是没有任何回应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最新消息 有消息随时在待你掌握 现在镜头交换棚内 好所以呢就在八点零四分的时候呢 我们东森新闻记者持续的守候在柯文哲的家门口 但是呢就目击到了柯文哲已经走出家门了 先打交易云春 但他并没有来跟我们说他的动向是要去哪里 他只讲出了四个字就是工作工作 但是呢其实因为柯文哲是在这个政治献金案的风波 以及他买的这个商办造成了对于这个小早 有点觉得有点不舍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是已经自动的离开了这个党主席三个月 因此柯文哲现在应该是不用去处理党务的 所以他这一步工作呢是要来做什么 也是打上一个问号 而其实柯文哲呢昨天呢是被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是裁定吴宝请回之后 今天中午才回到了这个住家 而我们也观察其实柯文哲呢 在去黄珊珊家的时候 他穿的是白色衬衫 而出来黄珊珊家回到家里之后 他是穿着像柯文哲刚刚穿的这个蓝色衣服 因此柯文哲今天也是没有换过衣服 而柯文哲呢也是在中午的时候才回来这边休息 但在刚刚的时候呢8点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突然有一辆白色的轿车来等柯文哲 而柯文哲就走了出来 他也只简短的来接受了访问 只有说工作工作两个字呢就笑着就走上了车了 心情看起来是蛮平静的 也没有特别的一个想法 不过柯文哲呢确定就可以这样子被吴宝请回了吗 我们下一步也是要观察这个检方的动作 因为检方其实在当时就扬眼呢 会来对这个柯文哲提起来抗告 有可能会动摇这个法院来跟裁吗 也是下一步关注的重点 以上是为您讲过的这件事情 先进头线脚很明显 好所以呢 柯文哲在今天中午回到家之后呢 就在刚才8点03分的时候走出了家门 东森新闻记者呢 上前询问他要去哪里 他只说了工作工作这四个字 面带微笑 看起来心情是蛮平静的 所以呢稍后更进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插播报道 好 不过这一次呢 很多人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结果吓了一跳 因为法官是在半夜三点钟才定柯文哲 吴宝请回 专业律师如何看玄机呢 今天加入我们现场的是 立情国际法律事务所所长刘伟晴律师 刘律师欢迎您 陈寅好 大家好 好 稍后呢 刘律师也会为我们带来权威解析 尤其呢 现在已经认定了 金华城案当中的犯罪金流 恐怕都是在这一本关键账册里面 一旦找到了威京集团的账册 包括了创办人沈庆金 他所提领这五亿元的公关费 一次是不是流向了 北市议员应小威呢 还有前北市副市长彭胜生的口袋呢 可是现在三个人是否认犯罪的 所以检方不排除要提讯 而且用不以言压的方式 要求这个人交代清楚 他就是审刑金 金华城弊案图立场上上百亿元 所有的犯罪金流都藏在这本账册里面 检方认定有账册存在 但是想压的人却压不到 接下来的局势 关键就在于要找到这本账册 压清金流找到突破点 可依金流追追追第一笔就要来查审庆金 提令数议员打公关 但前去向不明 应讯时他拒绝交代 尽管民众党市议员陈又诚怒红是假消息 但检方就是认定有账册 怀疑钱留到这里 北市议员印小薇涉嫌为金华城案 收受审刑金贿赂 超过4740万元 其中4500万还在试成之后 密集收款到位 检方不排除提讯两人 尤其审刑金有事业命脉 以不严压换取诚实交代金流的可能性 而柯文哲被无保请回 也不代表脱罪 身为被告的他跟妻子 还有账要算清楚 媒体报道 夫妻有两笔700万和170万金流交代不轻 更发现陈佩琪曾分批用ATM 存上百万到户头 解释是已顾父亲留下来的钱 监察院政治现金登陆网 柯文哲曾收受捐款14万多笔 93.70现金 其中310人捧着捐款上线砸10万元 难道是贵币金流跟金华城案又无关联 还有多少可疑金流等着账策翻开揭晓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好 其实不只是账策 还有好多答案都等着揭晓刘律师 其实今天很多人一早起来发现说 奇怪了 竟然是这个无保请回 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推 法官为什么会选在半夜三点钟 来裁定积押与否 我知道您是知名律师 您也曾经在法院工作过 半夜三点钟还会有人在关心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易于常态的时间 我必须要讲 早期或许我们半夜也可以申请积押 所以也有可能半夜会有一个积押结果 但是大概这几年 我们法院已经规定 十一点以后不要送人犯进去 所以十一点以后已经不开积押亭了 都不开积押亭 都不开积押亭 换言之不太会有十一点以后 去裁定要不要积押 可是昨天客屁的积押亭 是八点钟就展开了 对 八点就展开了 当然有可能八点展开 真的问了一轮 问到半夜三点 然后最后才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或者是十点多开始开 然后开到一两点也有可能 可是这个案子非常特别的是 第一个 为什么他不先问彭正生 要先问柯文哲 彭正生明明在昨天下午还送医 身体状况特别不好 但法官却选择先问柯文哲 因为他都在等柯文哲的结果 好 那既然等柯文哲的结果 为什么十点五十九分 你问完柯文哲 不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要把彭正生也问完 然后在凌晨三点才告诉大家结果 这个已经是不是我们一般 司法人员 就是我们在进行 这些司法案件的常态 我们其实可以回过头来看 一开始的时候 包括从这个积压开始 应该说提审开始 其实从提审跟积压都同一位法官 而在申请提审的时候 也就是柯文哲主张说 我想要回家休息 结果检察官只好把他逮捕 限制人身自由 然后这个柯文哲律师就申请提审 在提审当下 其实法官已经看过 这个所谓的检察官的卷证 因为要审查到底 提审合不合法这些 所以检察官已经看完卷证 看完以后或许法官会觉得 检察官你手上的证据资料 可能不太够 所以法官已经心里有数就对了 对 所以这个案件 我们提审是什么时候 周六的时候 也就是前天礼拜六的时候 礼拜六的傍晚五点多 其实柯文哲的律师 已经递交了一个 要开积压亭的委任状了 也就是说检察官已经复训完 准备要开积压亭 但是礼拜六有没有开积压亭 没开 真的开的时间点是什么 礼拜天的晚上八点 为什么还搞了一整天 是因为礼拜天的早上 检察官在做一件事 他们在忙 他们在忙 但是他也让律师忙 他先让律师去开什么县阅亭 然后用手抄整个这个卷证 不让这个律师去阅卷 不让律师用印的 但是检察官在礼拜天的时候 问了一个人叫朱雅虎 为什么会问朱雅虎 因为礼拜六 或许法官看完卷证 觉得你里面一直讲他有徒利 一直讲他可能有违背职务收贿 钱在哪里 金流在哪里 所以检察官赶快去补 所以就是还没有证据 证据不够 所以法官说我再给你时间 你赶快再去找这个关键人 对 他就赶快去找了朱雅虎 但是没有结果 没有真的找到什么致命的证据 换言之也没有什么账策 好 那在这种状况 法官也只能告诉检察官了 你这些资料不够 很可能这个结果不会对你有利 可能这个结果不好 但是全民都在看 全民大家的反应都是 哇 你看到彭震生被压 看到应小微被压 看到了沈庆庆被压 下一个被压一定是柯文哲 对 所以刘律师 我要请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为昨天彭震生 柯文哲都在里面 彭震生最后他是被压起来的 可是柯文哲无保释回 你说他如果交保 大家或许还觉得不意外 但是无保为什么会差这么大 对 所以我才会说 就是因为这两个的标准不一样 明明同一个法官对彭震生就认为 彭震生你本身是都省委员会的委员 你本身过去是都发局局长 所以你知道这个百分之八百事 其实是有违法 所以我认为你再做一个违法事 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把你积压了 但是柯文哲因为你不是都省的专业 你也没带过都发局 所以你都不知道 你相信彭震生讲的 你相信都省委员会的决议 所以你因为相信 而自己是在这个都省的专业以外的人 所以你来听都省的话 盖章让他觉醒 你没有明知犯罪而去做这样的刑警 那这样的结果的截然不同 也说实在很难对全民交代 所以法官才选择半夜三点 半夜三点就是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包括连大部分记者都应该睡 当然记者没有睡觉 非常辛苦 而且还在记者结 我们一直守在外面的 是 还在记者结 在这种状况下 当他宣示这个结果 一个是无保 一个是积压 其实如果是一般人 包括我们法界人 一定会难以接受 一定会觉得怎么可能同一个法官 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 但因为这样的结果在半夜三点 所以有意见的人相对比较少 大家都是隔天早上才看 所以我认为法官某个程度上面 也因为门口的小草 在里面呐喊了三天 所以对他来讲某个程度是个压力 因为柯文哲也曾经说过 如果你今天是让我交保 我宁可不交保 我宁可被羁压 我宁可让大家觉得政治迫害 但是法官会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小草在外面 因为柯文哲的一句话 他该压的他就不压吗 法官可以这样吗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理由 深圳法官 法律上的理由是这样 如果我真的要压柯文哲 而最后柯文哲 因为目前检方的卷证 还不足以认定柯文哲有罪 最后的结果是无罪的 我压他叫做冤狱 我们会涉及到冤狱赔偿 冤狱赔偿不是只有国家 赔偿柯文哲 连法官这个最后 做出冤狱决定的人 可能都有赔偿责任 所以法官如果考量到 要积压柯文哲 一定要有50%以上有罪的新证 他才有办法去积压 那既然没有办法达到50% 要柯文哲交保 他又不交保 我最后只好选择 让他无保 那既然无保 我相信他法官也知道 一定很多人有意见 那就选择半夜三点 好 所以就像刘律师 您刚才讲到说 不管说这个法官 他扛的压力有多大 但是他也告诉了 这个检察官说 你的确有一些市政 你是不足的 让你没有办法把他压起来 而且我们了解到 这次北检他们不但说 或许市政还没有掌握足够 还摆了一个乌龙 也就是这次 彭正生已经被收押觐见了 但是如果你从院方公布的 财事书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点出了一个精华尘案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他是现任北市都委会的 执行秘书叫邵秀沛 那么甚至检察官 还在这个书里面写说 邵秀沛是畏罪潜逃 但是北市府今天出来澄清 邵秀沛是依照台北市府的规定 请假出国 而且他已经回国了 甚至今天还主动接受了 简连的调查约谈 现任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 邵秀沛他目前被院方认为 是金华尘案的关键证人 但台北市府指出 他在8月17以及9月1号间 确实是依规定的来请假 不过今天9月2号上班日第一天 他却依旧没有现身 最了解邵秀沛在请假这两周 和家人出国旅游 但原定9月2号就要正常上班 却又突然再请一天假 原因就是要配合简连调查 因为就在他回国这天 竟被台北地方法院 在财事书上点名 和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有勾串嫌疑 白子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直接点名邵秀沛是可疑共犯 还说他畏罪潜逃 怀疑可能和彭震生相互配合串供 但台北市府调查后 并非如此 虽然没有跑 但邵秀沛和金华成案的牵扯 并非想象中的这么单纯 就这么刚好在游淑慧说的这天 邵秀沛以时任台北市都发局 总工程师身份出席议会质询 当时在都发局长左右 不难看出他在局内的分量 除了要审核大小都市发展规划 建筑管理案 甚至连人事阵风资讯室的文件 都由他签合 若是刚好又像金华成案 这样的会议要开 也得由邵秀沛负责主持 这也难怪检方认为 他和彭震生关系匪浅 因为在2021年柯市府期间 金华成多次想变更容积率 当时彭震生就被指派 负责调度督委会 而邵秀沛在多次会议中 更是力推最有问题的 容积奖励方案司 这把金华成的火烧进蒋世府 短时间内能不能灭 端看院检怎么办 东森新闻卢志姐随欢 台北报道 短时间内恐怕这把火 是很难灭的 因为虽然说柯文哲 在调查之后是无保请回 但彭震生却被认定 可能有串供风险 而裁定了积压境界 北院给出的其中一项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关键人物邵秀沛 畏罪潜逃 但是现在还成立吗 因为邵秀沛根本只是请假出游 所以现在呢 彭震生的律师就说了 将会针对这一点 提出抗购 三天内就会递撞 双手上靠 被罚警带上囚车 前往看守所 他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历经深夜一个半小时的鸡鸭亭 二号凌晨三点多 北院裁定 收押警戒 时间回到8月30日 一整天的搜索约谈 彭震生和妻子搭同辆车 被连政官带进北检附训 妻子公称 彭震生退休后 兼任多家建设公司顾问 每个月数十万顾问费收入 彭震生也否认贪污 强调昔日经手精华成案 全都依法行政 但北院公布收押理由 首先他时任都委会会议主席 及专案管理人 多次违反议事规则 涉嫌图利及贿赂金额庞大 而且背后涉案惹数不少 其中更点名 时任都发局总工程司 瘦秀佩和他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却畏罪潜逃 不过现在被市府澄清 邵秀佩根本没跑 这样还有急要必要吗 主要证人 其实他已经到案说明 而且其实原来在媒体 但我们才知道说 人家早就已经请假了 所以根本没有检方说的 他有可能会再逃 还有院方所谓的会再逃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会在 看到里面一定说明 彭震生委任律师强调 绝对会在三天内 整理完控告状 毕竟院间所说的 关键人物都到了 而彭震生年纪大又有慢性病 前前召开鸡押亭 还一度在北院呕吐被紧急送医 事后解释是连吃三天面包所导致 如今台北看守所公布 二号这天的菜色 早餐清粥 午餐还有葱包猪肉配炸鸡翅 晚餐则有蒜喂牛肉 看来营养均衡 应该不会再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但究竟彭震生在这起案件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大家都在看 东升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导 而这次呢柯文哲虽然是吴宝请回 但是他所声称 他完全不知道金华城的容积率 这样子的说法呢 也引发了各界的质疑 毕竟柯文哲他不是当了 八年的台北市长吗 参加过这么多次的便当会 如果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容积率暴增 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像他的前幕僚吴静怡就猛批 柯文哲现在宁愿装傻 也不愿意面对事实 所谓的金华城840的容积率 我完全没有去过分 所以后来那个容积率840%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做了八年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对金华城拥有史上最高容积率 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 但这样就想全身而退 早已被外界看破手脚 是不是法院要多一个叫做柯文哲的条款 好像不知道 一切就过了 那这样子好了 以后面对这个法院那我们民众是不是都可以讲 不知道不想要 为什么 恐怕柯文哲现在的心早就已经不再温柔 毕竟过去参加金华广场动土典礼的是你 参与便当会的是你 工章上盖的名字也是你 怎么现在说不知情的还是你 金华城在核发这个容积奖励的三大文件上 都有柯主席盖章或他代为盖章的一个状况 一个重大的台北市的建设要给出史无前例高的容积奖励 如果说一个台北市长不知道 那其实外界都不相信 媒体人黄志贤也狂呛 法官承认金华城案容积率是违法提高 但法官认为柯文哲没有能力没有智商 明白这件事违法 就算法院当时判决金华城容积败诉 但柯文哲还是不懂 柯文哲现在宁愿装北七 然后也不愿意去这个面对 大家都知道他应该要很清楚的这个状态 傻子能骗多久 都是这个所谓笨蛋决定的嘛 过去市长任内每天嗡嗡嗡七点半开晨会 到底是柯文哲已经忘记当时的自己 还是一切都只是作戏而已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道 所以呢针对柯文哲是否知情呢 台北市议会其实成立了金华城案的调查小组 就发现了时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他曾经对金华城案有过一次交办 两次的清签公文 三次的会议指示 但是呢没有想到柯文哲无保请回的时候 他却又告诉大家说 他对于金华城的容积率暴增到840% 他是完全不知情 因此呢现在有市府官员表示 金华城容积案最终 其实都是送往市长室去拍板的 除非他根本没看公文就改章 你早上七点半嗡嗡嗡嗡 嗡完之后什么都不知道 你都不清楚你都不专业 金华城容积率暴增到840%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却推说完全不知情 但台北市议会调查小组发现几道关键决策 包含柯文哲一次交办 两次清签公文 三次会议指示 他要的是保障520 他还要12万多地方平方公尺的保障 这一件事情都是写在陈情书上的 就是他指示 就是他交办的 柯文哲复制李文宗模式 非常负责任的说完全不知情 但就有市府官员指出 一般都市计划容积变更案 独发局将案子送到都委会审议 委员会讨论通过后 送往市府并有府籍分籍核定拍板 金华城容积案最终是送往市长市拍板 除非他自己没再看公文 柯文哲的说法就是证实了 他当台北市长任内完全不关心市政 就是一个无能的市长 过去他也曾经呛响过郝龙斌 什么都说不知道 要不要七四一四 那现在柯文哲也要七四一四吗 还有早已揭露的2020年3月17号的这份公文 金华城向北市府市长市陈晴 最后柯文哲亲自盖章决行 并同意变更容积率 加上东森新闻曾在2019年 直级柯市府批公文流程一化 发现部分公文一定要有自然人凭证 就有曾经带过公务体系的幕僚透露 台北市政府电子公文相当成熟 因此任何重大公文的签诚过程 都能留下数位记录 假如真的像柯文哲所说毫不知情 那是底下的人在搞鬼 长官不需要负责吗 探路常常是重的 为什么不太可能底下探路长官不知道 柯文哲过去说的话 现在又被挖出 到底是忘记了还是害怕响起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东森新闻独家直击 就在刚才8点03分的时候 柯文哲走出家门搭车出门 表示自己要去工作 这去见律师的妈 详细内容索定东森 马上回来 今晚世界日报重年抢千看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陷入金华城案 历经69个小时的审问 2号凌晨裁定无保请回 有媒体人分析 最近柯文哲似乎在分化挑拨检院关系 但是他的苦难恐怕才刚要开始 还有国际半导体展 本周登场台场抢先预热 好消息不断 台阶电下世代的怪物级A16晶片 传出还没量产就先轰动了 不但最大客户苹果OpenAI 全部都抢先预定 还有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 已经从菲律宾的旅宋岛北部登陆 为首都马尼拉带来了狂风暴雨 预计周二周三最接近台湾 会带来短暂争雨 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吴宝请回后走出北检 和妻子陈佩琪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一起搭车离去 前往黄珊珊位在汐址的住处 外界批评黄珊有法律背景 又曾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还参加过三次便当会 难道是在下指导期吗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面无表情 不发抑郁走进家门 离开北检时身穿白色衬衫 现在换上灰色Polo衫 终于回到信义路的住家 没想到简连侦办精华成案 从30日礼拜五中午出门 柯文哲再度回到家 已经是2日的中午 历经三天三夜 柯文哲踏进家门没多久 他的夫人陈佩琪 原来早一步到家了 下午1点25分走出家门 搭乘白色轿车离开 过了半小时 下午2点再返家 手中多了一袋便当 肩上的购物袋鼓起 似乎装了不少东西 面对记者提问 陈佩琪简单回话 看来精神恢复了 其实他们在天亮之前 都待在黄珊珊家 因为这几天真的是很煎熬 所以陈医师现在的确是在休息 主席身体状况应该也还不错 柯文哲获得五宝请回后 以为会直接回到家里 没想到前往的是 黄珊珊系纸区的住家 难不成是要就相关案情 进行沙盘推演 我们知道如果柯主席 昨天晚上回家 你们今天大概又把那边堵得 密布通风 而且可能也会吵到他休息 所以我们先让他做安静的休息 说要休息 带夫妻两人才休息几个小时 就疑似被黄珊珊一起带出门 之后分头返家 急着先去黄珊珊家 是要与有法律背景的他 讨论案情吗 另外各界也关注 柯文哲原定的防美型是否照旧 这一去会不会出现 意想不到情形 我们想说后续我们会再做讨论 是不是要按计划进行 传出柯文哲初步草拟 9月21号前往美国 27号反抵台湾 如果还是去了这趟 就怕对案情增添变数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 目前加入我们现场的是 律师刘伟霆 但是在更进步的请教刘律师之前 其实我们要来带观众朋友 了解到现在几个最新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在今天 已经到案说明的 这个少秀配关键人物 那么目前他已经从连政署离开了 那么在北柬 现在所有的记者都在守候当中 因为少秀配的坐车 也即将要抵达北柬来进一步的进行复询 那么在稍早的时候 8点03分的时候 东森新闻的镜头也独家捕捉到了 柯文哲离开他的住家 所以他虽然说他是去工作工作的 但是大家很好奇 这个时间还能去哪里工作呢 所以我要请教刘律师了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检调 现在被法院认为说 好像掌握到柯文哲的犯罪事证不足 现在要怎么补破网 柯文哲这个时候你觉得 他会去找谁去找律师吗 他现在会去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员 但是他一定不是他现在合作的律师 不是他现在律师 是他信任的人 是他非常信任的 而且有法律专业人员 我简单来讲这样子 第一个他如果现在找律师 早就这么晚的时间 律师都下班了 而且呢帮他辩护的律师 是因为这个案件才来帮他辩护的 所以平常生活没有那么亲近 不太认识 那一般这种刚发生刑事案件 一定想找一个亲近又有法律专业的人 来沟通一些 他可能私底下或者有一些疑问 但是也不方便很官方的 跟他律师讲的问题 好像我们可以猜得到 是他今天早上去找的那一位吗 对 他跟他太太 目前我看起来最信任的人 就是黄珊珊 而且我说实在的 我以前也跟黄珊珊打过对台 黄珊珊的法律专业是可以的 而且他现在也当过副市长 也跟金华丞案了解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 最熟悉的其实就是黄珊珊了 所以我相信他是找黄珊珊 所以他今天又要去找一次黄珊珊 一定是又有非常多的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检调的部分 检调他必须在10天之内 他要再次提起抗稿 那现在他要怎么补破网 现在这个市政他还搜集得到吗 好 我必须要讲 这次检调发动这些侦察作为 真的有点太赶 而且被赶押着上架 是因为礼拜四应小微的事件 礼拜五搜索柯文哲 所以本来也是连政署 是礼貌性大家配合 直到礼拜六的凌晨 因为柯文哲要回家 所以检察官才不得不启动一个 叫逮捕程序 而且这个逮捕程序 依照行事通法规定 是必须后面一定要申请羁押 才能前面是合法逮捕 所以检察官被赶押着上架到 后面应申请羁押 证据不足 最后无保请回 那实际上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办 其实贪污案件 我们在就是遇到的案件的办理 检察官的逻辑大概都是这样子 第一个 先抓白手套 还有抓行贿的人 那现在白手套跟行贿的人 某个程度上是出现了 可能是应小微 可能是沈静晶 或甚至还有其他人 再来收贿的人是谁 可能是彭正轩 可能是柯文哲 我们不晓得 但是会先从这边下手 如果检方有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他现在就开始突破新房 应小微你要不要出来过中秋节 沈静晶 特别你是个商人 你还住在那么好的豪宅里面 你要关在这里吃这种饭吗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只要你供出 究竟你怎么样行贿 我让你不用处罚当污点证人 直接就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沈静晶 他转当污点证人的几率高吗 几乎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对 我们遇到的大概这种重大刑案 特别 你想想看 沈静晶 你只要不自白 你只要不供出你的犯罪事实 我就让你一路一直关 所以他会有罪吗 他会有罪 行贿当然有罪 但是他得坚持住说 我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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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通常关键的账策会出来 还有下面的执行人员 沈静晶不会亲自去交钱 一定有一些执行的人员 那这些执行人员更容易说 对 就是我做的 我就是配合 因为我没有真的拿到什么好处 可是我帮我的老板干了什么事情 有了安家费或许可以说服 但是通常安家费都不够 大部分人在监狱里面 最希望的就是自由 所以只要告诉你 你现在只要诚实坦白 直接自由 而且未来不用处罚 你绝对会交换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预估半个月一个月后 或许沈静晶还有各位刚才所提到的 账策 特别不管是他的内账 或是他的外账 跟这一笔行贿款有关的账策 应该也会出来 在那个时候其实收网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请教刘律师 关于这个账策在哪里 关于有没有人可能会转成这个污点证 好 马上我们现在要先插播这个最近消息 刚才我们认为客文哲可能会找到黄珊珊 她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柬了 而且感觉上她好像是有备而来 我们来听听看她的最近说法 当时有被取控 后面 后面 她准备归根证 其实当时金华承岸现在减雷有新进展可以看到的 现在是有约谈都委会执密邵秀沛 她是从连任署被约谈后 被移送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布置 我们看一段现在的进行的画面 好 来 我以为废告会不会有点委屈啊 会觉得很冤枉吗 不许 主要就是因为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是被挤压境界 而在裁定书的理由之中有写说 邵秀沛一次就是共犯 而且还有畏罪潜逃 不邵秀沛现在其实已经回国 我们现在有看到她人是已经被送到了北柬来接受复训 而主要就是因为在2021年科市府期间 金华城有多次想要变更容积率 而当时彭震生就是被指派复得调度督委 而邵秀沛就是当时督发局的总工程司 再加上其实那时候就有来说 疑似金华城容积奖励案方案4 就是由邵秀沛来设计的 因此她背后到底涉及了有没有什么庞大利益呢 现在也都是减连要争办的重点 以上最新马新镜头交还 彭内主播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今天这位关键被告邵秀沛 她已经抵达了北柬 那个稍早之前呢一度误传是黄珊珊 不过呢已经证实其实就是邵秀沛 她来到了北柬来进行复训 那她又会说些什么呢 稍后我们会继续跟刘伟霆律师来进行访谈 简连针对金华城案持续的侦办 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 我们带您来看到两个现场 首先呢是在北柬 也就是台北市督委会的执行秘书邵秀沛 她被列为了关键被告 今天被约谈告案 那么她在稍早的时候呢 已经被移送到北柬来进行复训 我们联系记得彭新美进一步报道 新美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得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 而在今天简林又针对金华城案 再发动了约谈 今天是约谈了现任的台北市督委会的直觅邵秀沛 而在今天连任署约谈之后 在稍早也已经移送来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复训 而且看到呢 她一路走进来 其实面对记者提问 她都是不发抑郁的 是快步走上了二楼 但是会被约谈就是因为 和在今天凌晨 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正升被积压有关 因为裁定书里面有其中一项内容是有提到她 说邵秀沛是被列为共犯 而且一次有位置潜逃 不根据了解她已经回国了 刚刚有看到她是有来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复训 就是因为其实金华城要牵扯的利益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恐怕是涉及了上百亿元 而这回会被约谈 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彭正升在2021年的时候 其实是负责要来指派 要调度了这些都委会的委员 而当时其实邵秀沛就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都发局的总工程司 也就是很多案件要经过审核送审的时候 都要经过她这一手 而且又被发现说 其实有荣基奖励方案四 就是由她一手来设计的 等于说有背后有没有牵扯了利益 可能就和她有关 也是今天简连约谈她的一个关键的重点 但是其实因为这和彭正升的积压内容有关系 因此现在彭正升的律师也是一直在你抗告书 有可能有可能 在预计明天最快的时间 就会在下午来送抗告书照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情形 把先进头交还 彭内主播 好 另一个现场我们来看到的是 我们的记者张元春持续守护在柯文哲家外头 但是就在刚才8点03分的时候 柯文哲首次步出了家门上车离开 我们再次联系给元春进一步报道 好 持续带你来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最新动向 就在刚刚的8点03分左右的时候 我们正在独家的直径连线的时候 就募集了柯文哲从他的家里走出来 而有一台白色轿车 也就是柯文哲的坐车 已经在他的家门口等着他 而柯文哲上车的时候呢 是喊着工作工作 但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后面带你重新还原一下整起事件 柯文哲是因为涉入这个金华城案 遭到这个连检的搜索 也就是来到了他这里的住家来进行搜索 而他当天呢 也是被带回征讯 而且是遭到了这个深压禁见 不过就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 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了柯文哲可以无保请回 不过其实柯文哲被无保请回当下 并没有第一时间返回住家 而是和妻子陈佩奇以及这个黄珊珊 在北姐门口先向小草发表了简单的谈话之后 是和妻子陈佩奇一同上了黄珊珊的车 一行人呢 是先到了这个黄珊珊在戏子的住家先 住了一晚 一直到今天中午的时候 才换了衣服返回他在这个信义路的住家这里 而中午的时候呢 也没有再看车 柯文哲再出来过 一直到他首次不出家门 就是在稍早大约8点03分的时候 柯文哲呢 是穿着一系蓝色的衬衫 是轻装的上了抽了 我们也带你来看稍早的画面 柯文哲在上车的时候问他 柯主席要去哪里 他是回答他要去工作工作 但是并没有跟我们详细的说 他要去哪里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其实在上车的时候呢 只有柯文哲一人 并不见这个妻子陈佩奇随行 而柯文哲呢 其实在今天中午回家的时候 他的神情是非常凝重的 虽然他是穿着一个灰蓝色 比较轻松的这个Polo衫回家 但再次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穿着一个 比较正式的深蓝色衬衫 但他喊着要去工作 到底要去哪里 因为其实柯文哲在整个民众党 是陷入了这个政治现金 疑似做假账的风波之后 柯文哲就在这个记者会上 是主动了提出 他要站离党主席三个月 也就是请假三个月 因此他现在并没有党务的身份 他要去哪里呢 而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柯文哲明天 也是没有任何公开行程的 包含呢 他应该是不会到这个党团开会 也不会抵达这个党中央来进行会议 因此他这个深夜呢 去工作是要去哪里工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那柯文哲在八点零三分出门 一直到现在大约九点多的时间 都还不见他的白色轿车返回 而我们稍微有这些消息也会随时 但你讲我先将镜头交换棚内 好 所以柯文哲今天晚上八点多出门 他去哪里呢 因为我们了解到柯文哲虽然今天无保请回 但尽管如此 柯文哲不代表他没事了 因为他仍然被列为是贪污被告 所以现在检方除了不服北院的裁定结果 要在十天之内送出抗告书拼重新裁定 当然也不排除会借题这所谓的有利人证 包括谁呢 像是已经在被收押当中的 威京集团创办人沈庆金 或者是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持续的搜证 而这抗告书恐怕也要今天之后才可能送出 换上灰色短袖婆罗衫 离家整整三天时间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终于回家了 精神似乎没有凌晨走出北柬时那样亢奋 查扣手机跟硬碟在哪里面的资料 一篇故事 在这两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劲压迫跟领虐 一出场就抱怨北柬对他精派 精华沉岸北柬将柯文哲 以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贿罪和贪污徒弟罪 深压境界 9月1号晚上8点召开积押亭 简便双方激烈攻防后 完间10点59分柯文哲可以停止 要求夜间讯问的前一刻结束 法官认为柯文哲主张没有相关专业 是信赖都委会多数决议 和参考彭政生意见 无法确定他是否知道都委会形成违法 决议会图立金华城 因此目前证据没有明确重大犯罪嫌疑 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 但的确不能高兴太早 无保请回不代表完全脱身 检方决定提起抗告 等抗告书从地院送高院后 若检方在10天内提起抗告失败 遭到驳回就不得再提起抗告 但也可能发回跟裁或是高院自为裁定 关键就在检方这一次要拿出最有力证据 除非检方很能拿出更多更积极的施政证明 柯文哲你明知道是违法 或是你有违法指示彭政生 要达成一个违法的任务 例如说就要求彭政生去影响都发局的委员 除非有这些的笔录 或者是有这些的误证 才能够来认定柯文哲可能涉犯到图立 检方不排除借题再押被告 未经集团创办人沈庆金 或是北市议员应小微 柯文哲和律师持续进行沙盘推演 难怪他会献庆假三个月 正式投入于检方的斗志攻防 多算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所谓的政治攻防 而现在也有人觉得说 检方这一次真的是输了一半 所以这个抗告必须要拼成败了 甚至有媒体人也分析 柯文哲要的是什么呢 柯文哲要的就是一场胜利 他要怎么取得这个胜利呢 媒体人认为柯文哲 他的司法攻防言行举止 似乎是在刑诉 自己是一个政治迫害的样貌 尤其柯文哲 他就是需要这一场胜利 只是也有人断言 他后续的苦难恐怕才刚要开始 司法单位有问题可以传讯我 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里 然后出动用搜索的方式 去搜索台湾主要在野党的主席的住处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吴宝请回 从北检出来这席话似乎听得好耳熟啊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 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 原来在三天前8月30号 柯文哲被连检约谈走出家门 就这么说过 字字句句都针对检方 尤其在生压之后 PTT上立刻传出大量北检行求的文章 虽然后来都被认为没有根据被删文 想不到柯文哲还这样说 在这两天当中 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领虐 他所进行对小草的喊话 那个叫政治操作 因为毕竟你讲法理上假不通 他当然只能用法盲的方式 去用政治诉求来做一个号召 媒体人就分析柯文哲背后 就是要塑造自己被司法迫害 另一方面却对这件事情非常赞赏 其实这一次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后压力 柯文哲一边怒呛一边赞赏 似乎有意分化检院 难道是他想从中制造矛盾 当成弊案的脱身术吗 柯文哲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变得好像是说 我现在只要五宝请回 基本上我就已经取得这场胜利 但事实上对他来讲 后续的苦难才刚来临 所以当他现在积极的要去挑拨 说北检跟北院之间的关系 但问题是北院不是只有一个法官 精华传案 柯文哲也持续出招 整起案件恐怕不会太快落幕 东盛宣传星综合报道 下来时间欢迎刘伟霆律师 持续的加入我们 其实我们知道彭震生他被压了 但是问题是这个关键证人 已经出现了就是邵秀佩 刚才他到了北检 当然他的律师准备明天要提杠告 所以尤其是你觉得 他这个抗告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逻辑上他抗告成功 其实应该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法院认为要积压 这个彭震生 上面的理由就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再逃共犯 是 邵秀佩 这个人现在来了出现了 没想到这个人说 你根本没传我 你要我到案我就到案 你看今天就到案 我也没逃 不是依法请假 是啊 所以在这样子的 积压的裁定上面 写明着因为这个人在逃 所以有共犯在逃 那法院是用这样积压的 所以当这个人已经到案了 对于律师来讲 法官你所说的 有共犯在逃的事情 已经不存在了 那既然不存在了 那你就要么让我交保 要么让我无保请回 就应该是变这种结果 所以后面 律师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提出抗告 第二个就是 即便你前面积压合法 我也申请停止积压 或者申请撤销积压 就是告诉法院说 原本积压原因已经不在 所以应该让我出来 可是我必须老实讲 这个案件 如果不是原来法官这样裁 就是只裁有一个人在逃 而且还写明是谁 很多时候到高等法院 就算高等法院认为 对 没错 原本地方法院所讲的 这个原因已经不在了 发回地方法院重新裁的时候 可能北姐又补充理由了 现在不只一个人在逃 可能还有谁谁谁在逃 所以法官虽然少秀配到了 但是因为还有其他人在逃 所以请继续押 所以其实也不见得 百分之百他可以被放出来 还是有转环的空间的 对 检方在这个时候 特别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又赶快再找到 还有谁可能在逃 跟这个案情是有关的 来告诉未来 如果这个案件发回地院重审的时候 新的那个法官 告诉那个法官 其实还有谁在逃 所以法官你不要放他 继续裁定 继续让他积压 所以听起来 其实法官的新证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请教刘御师 在这整个提审的时候 是不是法官已经有新证 新证已定了 像这样子一个状况 平常吗 正常吗 常发生吗 好 我们不要讲提审 我们讲积压好了 就是一般 其实我以前在法院工作 如果是一般的案件 这个卷证其实到法官手上 还没有通知双方开庭 法官看完卷证 心中早有定件 他已经有定件 定件 甚至都已经叫我们 你先把积压的压票开好 我们下去开庭 只是跑龙套 一个形式而已 一个形式 你讲 你讲 该讲都讲完了 那通常问律师 问这个被告问什么 你在检察官那边讲的 有没有被刑求逼供啊 检察官曾经问你的笔录 这样这样这样 对不对啊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就是是不是 你在检察官讲的都实在啊 那被告当然讲 对啊 我在检察官没有信件 好 讲完了 其实你也不用抗辩什么 法官觉得该押就押 就算你讲再多的理由 法官不想押也不想押 该押就押了 因为他早就有信件 那在这个案件是这样 因为他比较特别 遇到了一个提审 所以让法官 在开积压庭之前 因为提审的关系 就先看到整个检方的卷证 那他既然看完检方的卷证 他其实心中就有定见了 这个案件实际上证据到哪里 未来如果这个案件 进到我的手上审判 我到底会判有罪还是无罪 所以我才会讲 或许就是因为证据是缺乏的 是不足的 包括说在贪毒的这一块 包括在这个金流的这一块 所以才有可能 检方你赶快再去补 我让你拖一点时间 刘医师您今天还讲到了 除了他可能证据不足之外 还有外面等待的小草 您刚才讲到说 为什么我积压庭的结果 要凌晨三点钟宣布 甚至你有讲到说 小草还守候在外面 那么你说如果这一次 柯文哲他假设说又被抓回去 假设又发生什么事情 小草还是照样会在外面 他们还是会回去 这不会影响到后面的结果吗 其实我觉得真的会 因为如果各位真的有到现场去 我那两天都在现场 小草是深思历解的呐喊 甚至我还听到 包括其实大中午时间 太阳非常的大 小草们的领袖还说 各位你们要注意 希望你们撑着坚持着 北柬前面的太阳 会到下午三四点才离开 中间这段时间 大家就是会曝晒 拜托大家坚持在那边 所以这有可能会影响到 法官的行政吗 我相信某程度会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件 说实在法官也是 每天白天上班进去 下班的时候出来 一样都会看到小草 法官的办公室 也会听到外面小草的呐喊 甚至柯文哲虽然关在 下面的这个后审室里面 外面小草的呐喊 虽然没有很大声 也多少会听到 所以虽然小草名义上面 对法院是没有受影响 但实际上 我觉得某个程度造成压力 否则我真的无法想象 法官不需要三点 来决定急不急压 但是还有一个状况 柯文哲很可能会被压起来 那就是有人转为污点证人 您刚才提到 沈庆经他转为污点证人的几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了 这一次你怎么看 一旦沈庆经或是一勺微 或是任何一个人 转为污点证人 接下来柯皮要面对什么 好 我们除非今天 沈庆经行贿的对象 不是柯皮 另当别论 那如果是 我们大部分真的遇到就是 他只要是一个建商 是一个土地开发商 是个富商 要他过监狱的生活 他是过不了的 但是只要告诉他 你一旦认罪 供出行贿的人 跟行贿的计划 我直接让你转污点证人 明天你就可以收拾你的行李 回到你舒适的家当中 没有一个被告 坚持要撑在那里 尤其他们是身价 上百亿上亿的大老板 而且他关在里面 他原本的事业群怎么办 他也会担心 那他怎么样去维系 他原本自己的事业 跟原本的生活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你只要认罪 告诉你行贿谁 你就可以出来了 你没有任何成本 做不做当然做 你也不会说我出来 还是要进去管 但是当他被抓的时候 他不是发出了声明吗 有人说 沈静晶就是在隔空串供 是这样吗 是的 的确是有隔空串供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发声明说 我没有要抓谁出来 我真的没有行贿任何人 所以你们这些人 如果真的遇到检察官告诉你 某某人已经说是你了 某某人已经说你去行贿了 那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开丢声明稿 告诉全世界 我没有做这件事 我没有跟检察官说明这件事 只是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心理战 而绝大部分这个心理战 检方都是成功的 是因为你把任何一个负伤 原本生活好好的人 关进牢房里一两个月 绝大部分空虚寂寞 觉得冷 通通都会想出来 所以几乎都是认罪的状况 好 所以即便说 他已经有这个隔空串阵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或是一个嫌疑在 他还是可以转五点证人 铁定转五点证人 前面一定是讲都不是我干的 后面一定讲我到底怎么行贿的 所以这个案件其实看起来 仍然是峰回路转 我们今天感谢刘伟提律师 加入我们的讨论 但是我们看到当柯文哲 他告诉大家说 他自己对金华城的容积率 不知情 不过却被人找出来了 2021年和台北市议员 苗博雅他在议会的质询 苗博雅问他说 你知道金华城容积奖励的事情吗 柯文哲当下说 知道啊 但是对比如今的说法 也让外界质疑说 难道现在的柯文哲 是在故意装傻 你知道金华城的这个容积奖励的事情吧 这你知道吧 大概细节我不知道的 但是 那没关系 我来跟你讲细节 柯文哲陷入金华城案 他喊说他都不知情 但早在2021年 苗博雅在议会质询台 就上课给他听 苗博雅是公共财哦 我们把市民的公共财 997平楼地板 送给财团 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吧 像这种荣基奖励值 是给予他对于他的这个设计 以及他相关的需求 提供周遭环境的贡献度 苗博雅质疑 金华城不符合都根和围老建筑 怎么会有荣基奖励 还多达20% 柯文哲默默不说话 反倒是当时的都法局长黄一平 抢着回答 有什么个案 因为都市计划法第24条 拿到任性智慧跟宜区的奖励吗 这个就是他自拟了以后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里面去讨论 所以这就是一个量身定做哦 这个画面如今回顾起来 可能是金华城案的重大关键 前民众党新竹县党部执行长 林冠年就质疑 黄一平曾担任 威京集团关系企业 中华工程的董事长特助 经手过金华城案 在这次金华城案中 是否是左右决策的角色 引发关注 细节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公开透明嘛 就是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就好 苗博雅最后还提醒 想不到还是应验了 但是柯文哲当下都有回应 如今推托自己对金华城案不知 其实在无法说服大众 我次过去当中 他都有盖章 也有签大签到市长的事 然后市长也盖了公文章 如今柯文哲被调查 大喊他不知道 很难不被各界认为 是复制假账风波的李文宗模式 但从议会质询来看 柯文哲知不知道答案已经很明显 多次新闻王振宇李怡培 在台北采访报道 所以现在金华城容棄案 持续的延收 检方要拼抗告以贪污罪 被告身份约谈 这关键可疑共犯 也就是稍早已经抵达了 北检的台北市都委会 执席秘书邵秀佩 他到底是谁呢 又在金华城案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更多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小韩 好 现在整个金华城案 被告再加一 所以现在这个一到底是谁呢 就是台北市都委会的 执行秘书邵秀佩 大家说他很有可能是检方 抗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而且他刚刚稍早的时候 已经进到了北检来复训 我们现在马上带您来了解 他到底在这个金华城案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他就有说其实邵秀佩呢 他对于这个都更条例 这块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从基層开始 就接触到这一块 我们帮您看到他的学历 也是非常的亮眼 他是台大建筑城乡研究所的硕士 然后他的经历 其实都是在台北市里面任职 包含是都发局的都市规划科长 都发局的总工程师 还有所谓的都委会 现在他的职务就是执行秘书 他的专长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都市开发政策 规划等等 还有更新开发的专业 不过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学者专家的感觉 对于都市了解这块没有错 因为它就是他的工作 但是关键现在就在于 精华尘案的这件事情 因为被点出他在2020年的时候 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 来主持这个专家咨询会议 不过也有现在议员就有说 在这个与会上面 其实很多次的讨论 很多官员还有包括像是一些人 都是反对的人数大于赞成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都委会 还是通过了这个 又所谓的争议的方案寺来过关呢 里面他提供的就是非常多的贡献 包含上是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也去城市这些方法 是他们选了这个方法 让精华城能够多了这个20% 这个荣经杂利的华丽转成 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 少秀佩他在这一个方案里面 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 为什么我们会要特别提到他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 现在台北市议员许淑会 尤淑会他也有特别提到 到底他之前有在跟他聊过的时候 少秀佩也有跟他说 他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现在关键点就是压力大 这个大到底来自于谁 是彭正生还是在更高层的柯文哲 就是现在检方要来厘清的重点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少秀佩跟吴顺明之间的关系 因为两个人现在被点出 都有担任过都发局 一个是前的副总工程师 一个是总工程师 那到底现在两个人之间 有没有关系 游输会他也有提出来 两个人其实都是市府的老同事了 应该是有认识的 如果用所谓的年纪 还有辈分来推算的话 吴顺明有没有可能当过 少秀佩的长官 那这样子的话 关系是不是跟这个金华城案 又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呢 那现在看到整个金华城案 这个蛛丝马鸡 甚至检方能够抽出来更多 成为自己比较有力的 抗告的关键 就会成为现在的一个关注焦点 以上这节的推播最新 法官裁定的新政 在开金押亭之前 就已经确定了吗 我们独家掌握 开提审庭和金押亭的法官 都是同一人 但是早在31号 柯文哲提审庭之后 法官就提前看到了劝证 而同天晚上 检方还秘密约谈了 前北市殡议局长朱雅虎 只因为北市市议员 应小威试图出国 打乱了整个收网计划 8月28号 检察官带队 以威京集团主席 审庆经为目标 搜索威京集团总部 和他的住家 指引台北市议员 应小威在搜索前 准备出国 被迫提早收网 是不是有什么部分 要离心的呢 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 检联搜索过程仓促 但审庆经和应小威 从深压到被裁定积压 过程却十分顺利 然而又掌握到 柯文哲跟陈佩奇 可能已经买好机票 准备飞去美国 这下只好赶紧上门 因此当法官收到 柯文哲申请提审 提前看到券证的时候 就已经有证据不足的行政 检方去问了一个人 叫朱雅虎 为什么检方会在 特别在昨天 明明还准备开家庭 跑去问了一个朱雅虎 因为朱雅虎可能涉及到的是 4300万柯文哲购买 商办的事情 前台北市兵仪局长朱雅虎 退缩后到威京集团子公司 顶月开发担任董事长 被检方怀疑可能是 柯文哲跟省庆期间 抓出金流的那条线 经济在31号晚上 秘密约谈 住雅虎到北检复训 尽管最后吴宝请回 但整个过程保密到家 就连复训后 还是让他从抽车道离开 柯文哲跟彭震生 两名被告 明明是由彭震生 先完成限制月券 绿件 他中间好去借户就医 但是晚间八点的积压庭 却是由柯文哲先来召开 法界认为这相当罕见 按照常理 明明应该先审的是 作为下属的彭震生 但最后却是柯文哲 先开积压庭 法界认为 法官在提审题召开时 心里已经有底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社会 одной顺币 consent 法官大工作室 可真